今年秋天第一場大型路跑 SECO SUPER RUNNER即將登場 擔任領跑團的九位活力女改們 認真在操場上慢跑 積極為比賽備戰 不只參加主辦單位規劃的訓練課程 私底下也很賣力練習 就是要在比賽當天跑出家機 平常就會在大岸森林公園 做一些短程跟長程的路跑 然後平常也會去運動健身房 做一些重訓 然後培養自己的一個長跑的耐力 希望可以帶領更多的女生朋友 一起參加這次的活動 然後享受運動的樂趣 邁入第六年的SUPER RUNNER 城市路跑 除了有活力女改帶頭領跑 還針對跑者程度規劃訓練課程 不只有初學者適合的雛行續航組 也提供專業跑者參加精準配速訓練 加強跑酷技巧 提升肌耐力 雛行續航組的話 我們會讓他們有一個完整的訓練的模式 暖身 然後暖身完以後 怎麼樣能夠迅速的進入比賽的狀態 包括到比賽結束以後 然後徹底的收操 然後還有這些肌肉按摩的方式 避免運動傷害 對配速的部分的話 我們以不同的速度來做分組 那針對他所需要的速度 我們做這個節奏感 以及這個耐力的訓練 那我相信所有的配速員 都可以在比賽的當下 能給予跑者很棒的協助 SUPER RUNNER 城市路跑即將在九月十一號登場 希望跑者們經過為期三週的訓練課程之後 能夠提升長跑肌耐力 一同突破自我直線 未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 對,風車耐力 谢谢大家